但是真正的含义我们常讲 界定真相 无分化身相 那这个意义就深了 你懂得这个意义 这个烧香 你能够提醒你学习的东西就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烟 闻到这个香味 就想到自己要修戒 要修定 要修慧 所以它代表是界定真相 代表了无分化身 无分化身前面三条就是界定慧 后面两条加上谢陀谢陀之介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提醒我们 灯的意义是象征着智慧光明 古时候用油灯 用蜡烛 这个意义就更深 更明显 油灯 实在讲真的是燃烧自己 照耀别人 蜡烛是特别的明显 这是教给我们 我们要求智慧 要能够学习为人 以自己的智慧 以自己的体力 以自己的技能 服务社会 帮助一切众生 而不求报酬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对 谢谢观看